看一下或者是按下Ctrl G 其实就叫出什么叫出那个 Ctrl G是叫出那个什么即时运算视窗 或者是你记到这边 这边也有了Ctrl G 那你可以怎么样把Seql 秀出来Seql怎么秀出来呢 其实按一个问号对不对然后再一个Seql Execute Enter一下 这个这个字串实际上就是我们最后的 组合出来的字串 因为这个字串 那容易错的地方我再讲一下 资料表名称 确定一下是不是跟我一样有的同学明明不是要问题 可能叫其他名称他就跟我写一样的 可是他建立的时候又取另外一个名字怎么样就不会成功 栏位名称 就是不能前面加空白可能会有问题 那栏位名称一个字都不能打错了 所以这个部分很麻烦 你要看清楚 再来容易出错的地方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Value 前面有个空白 这个空白呢常常有被忽略掉 那其实这个空白在哪里 在这个瓜屋的后面 那有的同学 就 不知道怎么打 有时候就是会把这个刷引号往前挪 然后这边的话就变成这样 刷引号在这里 这边就少一个空白 少一个空白 执行 会错误 所以这个也是常犯的错误 这边有空白 有同学这边没有空白 也会错误 然后 前面如果他是数字 文字的话 有没有代引号出来 代引号出来 然后你要检查一下 有的同学这一边 另外一边没有 那也会错误 有没有这个也是前后 都有 然后这个是整数进来 OK 那看一下 这个印射印度的指令 没错 Values 有的同学是忘了加 S Value 不对 Value S 就是好几个值的意思 OK好了 没有问题之后的话呢 那你再把按F8 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这个资料就被写入进去了 OK没有错误嘛 然后 就把它执行完毕 这个时候呢 有143 1243的这一笔资料 会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所以呢我们再到 资料库里面 我们的这个资料 问题1的这个 打开来看一下 这一笔资料就进来了 1243 没有问题 那当然呢这个地方可以写入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可以全部一起 假设我今天希望 把这些这么 一大大量不可能说一笔一笔慢慢新增嘛 那我就直接全部一起新增 那如果说按一下他 他可以帮我全部都跑完 通通放进去的话 那这样会方便很多 那这个部分也是复习一下 前面的那个我们讲过的那个 就是我们网路上面的这一个保险费里面应该也有 批次 或者是在 在贷款这边也应该有那个 新增所有资料 其实实际上就是跑一个回圈就好了 那回圈的范围就是 全部都帮我新增进去 OK那这里的话我想我们 各位试一下 等下再把那个 完成的画面给各位参考 给画面上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新增到资料库里面去 我们就跟大家想留些 看到我们